那狄子尊进入到关系里,会怎么样呢? 所以很典型的特点就是有两个部分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我们对关系里的对方啊,有非常高的希望和期待,能感受吗? 我们前面讲了那狄子尊的心理的状态,所以呢,他要进入一段关系,他就对对方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对方,因为我,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 我觉得我没有能力,然后我不确定,我就希望另外一个人可以给我补偿这些感觉, 给我这种确定感,给我这种重要感,给我认可,然后我就特别对一段关系充满了这样的希望, 但是同时呢,他又有很大的恐惧,那个恐惧就是因为我内在总是有这种不确定感,然后我对我自己也是怀疑的,我觉得那我能得到吗? 我得不到,大家有感觉吗? 其实当我内心对自己不确定的时候,那个不确定就会影响到我对我能够得到一些东西的信心, 所以这个我可能会得不到,所以内心就充满了害怕,然后会失望, 那个恐惧就是我担心会失望的,所以当我们在跟做婚姻治疗里,做家庭治疗的时候, 很多人回想,可能结婚都十几年,二十几年了,然后他会说, 哼,在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有这部分,几乎所有的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都能遇到是这样的, 所以也就是,但那个时候会说嘛,我们都不会表达,对不对? 我们表达的都是对对方的希望啊,信任啊,允许我们自己体验的也是那个希望, 但是在很深的地方,我们是有那份担心和恐惧的, 也有那种不信任啊,那这就有个例子啊,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凯文和小飞这两个人为例子啊, 那他们是进入了咨询,他们进入咨询是因为他们的孩子的问题啊, 那因为孩子的问题,因为外界的学校老师说他的行为有问题了,需要咨询, 他们才来咨询,但是上次我们说了,婚姻关系会影响到父母这个角色, 所以咨询师就首先要来看凯文和小飞他们的婚姻关系,他们夫妻的关系, 那怎么去看呢? 所以我们去看Satia的很多的婚姻治疗的录像,我们也会看到张班门老师的治疗录像, 都会去问到这个部分,是不是?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为什么要跟是孩子出问题了, 为什么要聊起夫妻俩怎么开始相遇,怎么约会的, 他们的那个蜜月初期,他们那个时候的希望啊, 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担心和害怕呀,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去接触这个家庭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个部分, 那他们相遇啊,所有的相遇都没有偶然, 那这个凯文和小飞,他们能够遇到一起, 一定是对方身上有一些东西, 让自己原来那份对关系的那种高期待, 你觉得哇,正好他这个就能满足我, 所以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正好对上了, 所以这两个人才会相互吸引, 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有一些适合自己的那些点, 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回顾一下你的关系里, 当你跟你的那伴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一直到你决定就是他了, 是不是他身上有一些点很吸引你, 然后这些吸引你的点, 也是你希望在关系里面能够给到你一些, 无论是补充是不是, 有的时候是一种补充, 补充或者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个延展, 有时候我们就希望他的这个部分可以直接给到我们, 可以满足我们, 同时我们也会在对方身上发现一些东西, 在证实着我们内心担心的, 恐惧的, 不信任的, 只是我们不允许我们去, 哎呀别别别别, 别这么想, 可能时不时的会有一点冒出来, 我们可能觉得我不这么想, 那可能也有的那是我干脆都不去接触, 这是我们说的意识, 潜意识是不是, 他可能很多部分, 我只允许他在潜意识里面, 我不愿意去看这个部分, 也不去公开的去承认, 去谈论, 而且咨询师会发现, 我们工作里会发现, 他们彼此会诱发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有人皱眉头了, 你想一想, 你担心你在你们关系初期, 你担心他会怎么怎么样, 或者你内心对自己的那些不确定, 某种程度上, 我们就在诱发着在关系里面的这些事件的真实的发生,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在有做着自我实现的预言, 我们让自己内心你关注的这些部分, 它最后就会成为一些现实, 似乎就是要让你内心的一些, 这个人真的爱我吗, 我有一些不确定, 然后最后慢慢生活里, 你就不断地再去收集到一些证据, 说, 哎呀, 他真的不爱我, 他不爱我, 所以你去回顾一下, 感受一下有没有, 然后婚姻关系在很多方面复制或者是反向于见过的自己父母关系里的情况, 我们上次通过雕塑也给大家呈现了那个画面, 所以在关系里面我们互动的方式不是平白来的, 都是我们在一个学校里学来的, 所以我们要不然就是学爸爸的, 要不然学妈妈的, 要不然跟他学的一模一样, 要不然就是觉得他那个太不好了, 跟他做的完全相反, 因为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素材, 所以我们自然的都会在关系里面去用这些方式, 但是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学了父母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相反的方式, 其实父母他们在互动的那个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也许那些结果就是我们内心担心的东西呢, 是不是, 也就是我们内心不确定的那些呢, 而如果我们用相同的行为模式, 那他就会把那些诱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 大家就是我们现在你在用的是侦探的眼睛来看, 也就是说你可能觉得怎么这么看这个关系呢, 因为谁在刚结婚的时候, 在恋爱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自己的关系有任何问题, 既然我们现在辅导着结婚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人的这个婚姻, 然后他们都垂胸顿足地说, 哎呀, 当年我刚结婚的时候了解这些多好, 学习这些多好啊, 就不让我们受这么多年的苦了, 然后我们就真的就听信了这句话, 我们就开始为新婚的夫妻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事儿没法做, 因为所有新婚的人都不觉得他们有这个需要, 但实际上当我们真的放慢, 当我们真的用侦探的眼睛, 甚至我们拿个放大镜去看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有一些呈现了, 是有蛛丝马迹的, 如果我们要咨询是做咨询师的话, 我们就要有这样的眼睛, 就要像做侦探一样去找到这些, 因为只有我们理解了, 我们现在在讲在理解家庭, 我们真的是要侦探侦探, 他最后是要探案, 但是很重要的是, 他要能够理解所有都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才能够知道那个解决方案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要训练我们自己这样的眼睛, 来去理解这个关系, 那现在呢, 我们来暂停一下, 再来做个深呼吸, 把注意力带到我们说, 你的内在的冰山, 你内在的历程正在经历着什么, 你有什么感受, 你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触动, 就在你自己的关系里面, 或者是你身边人, 很亲近的人的这个关系里面, 我们刚才说的关于自尊啊, 关于自尊, 低自尊在关系里面可能的一些, 呈现出来的, 或者是没有呈现出来的, 心里的这些, 你对关系, 对你真实经验的这些关系, 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的时候, 你有什么发现, 然后也来做这个刚才我们说的, 你就把它写出来, 你对在你的婚姻关系, 夫妻关系里面, 你们一开始的时候, 你内心回想那个时候, 你对他都有哪些期待, 希望把它写下来, 然后同时, 你有哪些担心和不确定, 所以我们发现, 你一定要用Satia的这个架构, 来去看自己的关系, 你才能真的去证实, 否则你觉得, 可能吗, 不是日子过着过着, 才变成那样的吗, 难道在一开始, 这些就都有了, 那我们就来去, 到我们自己的关系里来看一看, 然后当你写出来以后, 看着你写的, 或者你头脑去梳理的时候, 就看着你梳理的这些, 然后, 你此刻心里有什么东西冒出来, 那我们也给大家一点时间, 你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是困惑和问题, 有什么想用, 就应该是关系里来看, 先一下来看看, 感谢观看